大家好 今集我會和大家分享乾炒肉片可 材料有可粉 這是我上次魚蛋可已經介紹過 又可以煮湯又可以炒 另外我打火鍋剩了一些黑豚豬的豬肉片 我就不要浪費了 我稍後炒好 有牙菜 九黃 蔥 乾蔥頭 正常用洋蔥 不過我沒有洋蔥在家裡 紹興酒 胡椒粉 豉油的比例 我和上集豉油黃炒麵都已經說了 我是加3湯匙的豉油 我加1.5湯匙的老抽 加少許鹽 還有暖水和糖 一樣 燒紅過鍋 加些油 炒好配料 加些乾蔥頭 爆香乾蔥頭 放牙菜 放下去都可以了 和上次的韭菜 和上次韭菜可以調少少 炒好 炒好炒 炒好 然後再炒好 加胡椒粉 調香酒 加上去 調香酒 加上去 拋鑊後 它就會比較上火 可以關火 好 和上次的豉油黃炒麵一樣 我會加少許水和糖 放下去 待會我來炒 攪拌均勻 之後備用 再加少許油 炒了豬肉片 很快熟 因為吃火鍋的豬肉片很薄 沒有調味 我會加少許油 加少許油 加少許油 和醬汁 炒一炒 炒一炒 很快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 因為我本身不吃牛 如果你們… 可以平時打火鍋做的肥牛 都可以做的 好了 現在我們炒河粉 當然我們在家做乾炒肉片 乾炒牛河一定做不到在街上的鍋器 不過這個就是我平時經常做的方法 想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試一下做 好 燒到火已經很慢了 我們就下河粉 好 因為很黏的 其實 因為我今天煮了一個 沒有動作 沒有動作 放進去之後 不要理會 煎一煎 讓那些… 可分的米香 出了出來 再炒 好了 已經煎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 我們就… 下… 剛才我開過的豉油 我們在邊邊倒進去 不用落散 我們就快炒 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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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色 讓它… 上色 黏了 讓它… 我這個… 我會加少許鹽 好 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回剛才的配料 我上集已經講過了 我們會… 避免那些水 好 下進去 快炒 好香 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 在家製造的乾炒肉片殼 但當然啦 沒有可以從外面放的 隨時隨便都可以煮到 好 好 好 大功告成 這個乾炒肉片殼 現在真的香噴噴 我拿出去再給大家看 大功告成 這個很簡單的乾炒肉片殼 在家製的殼粉是粗的 跟這隻不同的 這隻是幼的 就有些芫荽加進去 當然就配上辣椒醬 就最完美了 我夾了些出來給大家看 粉的質感 其實跟平日吃的殼粉沒有什麼分別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遇到這隻殼粉 平日我又煮湯 又可以煮魚蛋粉 然後又可以炒殼粉 真的很方便 好像幫他賣廣告 如果看我魚蛋殼 魚蛋粉那集 就會有說到哪隻殼粉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分享 下集再見 拜拜